从6月13号起 已经迅速对新发地等出现疫情的市场人员 周边小区居民 大数据排查涉疫市场人员 社区敲门行动中主动报告 有关接触史的人员 以及全市各农贸市场工作人员 约35.6万人进行了核酸检测 今天将完成对大数据筛查的 35.5万设议市场相关人员的检测工作 对重点行业 重点领域 重点地区人员的核酸检测工作 也在同步进行 对新发地等设议市场 设议社区相关人员 我是中高风险街道乡镇常住居民 本市医疗卫生机构从业人员 公共领域服务人员 以返校学校 学生及教职员工 参与重点区域社区防控 一线工作人员等 六线人员 将按照应检进检的原则 由属地政府在本区域内 统一组织开展核酸检测 目前全市日均采样约40万人 今后几天还将持续扩大检测能力 我认为邻导社区 店船 孟岛 自私 망双阿玛